你看這個 文化的概念 這裡再講到法的概念 我們說文化的概念 在佛教裡面算是多 但我們新的方式有很多東西 像宗法若文的法文 跟建法文法的概念都不一樣 這裡主要都是從佛法裡面來說 導使司法當恩類的所謂的三種 文義法、文禁法、文禁法、文禁法 我們看這一段 他說現在先講文禁法 世春說法夠在生命聚文裡面 生命聚文 一般比較少說生命聚文 一般都是說明聚文聲 明聚文聲 那導師這裡的是生命聚文 那這個聲是指聲音 語言 那這個是文 這個聲是指機句 就像五韻聲一樣 通常如果要從基礎到最後 應該是文字子 文字子發音 比如說APCD這種 還是BAPCD這種 那名就是指名詞 句就是名詞組合出來的句子 那這個應該是發音或是你說單字 沒有意思的單字或發音 那一個字比如說無常 那它是一個字嘛 那朱形無常就是一句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文基本上就是發音 它一個基礎 比如說英文的蘋果APPLEA 但是沒有意義 但是它就是這些單字組合成它名句文 那這種都是聲音 印度早期沒有文字 印度印度早期沒有文字 如果有文字 那非常早之前它有所謂的符號 但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已經失傳了 還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西元前大概2500年 它已經有那種符號 但是這種符號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破解 不是像中國的文字 中國的文字從那個很早到現在 它一直以來它是可以解讀的 那什麼題什麼題 那印度一直到有文字是 佛法也是這樣 一直到有文字是 西元前三世紀 就阿育王的時代 這個阿育王不是在佛的出身處 涅槃處 轉法人處 還有這個 成道處都立那個阿育王十處 那阿育王十處上面就有刻一些 印度的一些哲理以及佛教的佛陀所教的話 那個時候才開始見到有文字 就是 就是文字的流行 那那個時候還不是很流行 印度人習慣用口語 印度人習慣用口語聲音 那不習慣用文字 中國是很早就開始用文字 而且就用文字記載 印度人是用背的 就把這一些都背起來 所以他這裡叫做聲明俱文 聲明俱文 那主要字子 一般講 就是 你用 像我們現在用講的 就是用聲音 那聲音你聽懂了 聽懂了 那這個叫做聲明俱文 那 基本上是這樣 名聲 那一般來講就是 比如說名聲 俱聲 文聲 名聲 俱聲 你如果 你如果讀 讀這個論裡面 很常見到這個 名聲俱聲 文聲 這個聲是積極的意思 很多符號積極在一起 那變成 一個字 或一個 很多聲音積極在一起 變成一個音 那就好像我們說 大 德阿大 那這個德阿就是文聲 大 那麼 無常 無我 朱形無常 那麼俱 名俱 所以 如果 從 從基礎到後來複雜應該是 文 名俱 基本上是這樣 文名俱 但是我們習慣念 名俱文 就變成這樣 那導致這裡講的是 聲名俱文 跟我們說的名俱文聲這個不一樣 這個聲就是聲音 因為是語言 語言跟語文 那不一樣 就是 文是文字 那言是 言是聲音 就是語言 好 那這裡說到 我們看 他說 書寫的文字 就是 基本上 佛法 佛法書寫的文字 那 阿育王以前是沒見過的 那一般我們說的 就是佛教裡面佛法書寫的文字 在 原來是從阿育王的實處裡面 碑名裡面 才有 如果以前有的話 也沒有留下來 因為他們可能是寫在樹葉上或怎麼樣 但是這些沒有留下來 那佛業經的一個傳統是印度本來就有 後來 史里蘭卡 史里蘭卡開始 用 用這個 貝業經來記錄 這個 三藏 那也是 大概 西元 西元 一世紀 前後 那就是 就是 又更晚 那 佛法傳到中國也是西元前 西元前 大洛之的死者 那麼 口授福徒經的時候 就是佛傳的時候已經有紀錄了 那但是那個時候還是口授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 還沒有看到印度的這些語言 可是佛法已經有紀錄在中國了 當然更早以前 在西元前 可能一百多年 那麼 印度 不是印度 斯里蘭卡他們開始 前期 就是開始 開始記錄 開始記錄這個 三藏的這個經典 那 所以 從阿育王 時代開始就有佛法的這些記載 這個是在 西元前三世紀 開始有 開始有 但是那個時候也不流行 那 我們說那個悲夜經 斯里蘭卡 悲夜經那個是 西元前 大概 29年到17年 那 禮 禮佛法傳到 中國 西元前兩年 漢愛地的時代 大陸之的使者到中國來 那麼 口受浮屠經 那我們把它寫下來 那個 也差不多 就前後差 二十幾年而已 就差不了很久 所以 尤其像早期 柏仁經 那個 東漢 西漢 漢朝 三國 時代 三國一百多年 那個 那個也離不了久 所以 中國 中國大聖經典 或是說 這個 有文字記錄的基本上跟 斯里蘭卡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那個時候他們還是用口背 口誦的 還是用口誦的 他們更早一點點 那 印度的話都是從阿育王時代才開始有的 但是那個時代他們也還不流行 那不流行是因為 廢陀文化本身就不主張用書寫的 那麼他們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用書寫的 容易流傳出去 那 廢陀文化他主張四種階級 那 這個 比較 低下階級的 那麼 索陀羅 他不讓他看到這個 就是 他們類似說掌握了這種 掌握了這樣 因為 認為 認為你 依這個廢陀你可以升天嘛 那 索陀羅他們是不給他們看到的 他們把他貶為賤 賤明嘛 那索陀羅是 原來院渡的原住民 叫做達羅偉圖人嘛 那所以 這個是 第一個 那他們 那他們種聲音的話就是可以保證他要傳給誰傳給誰 那文字的話他可能就是 那麼 這個可能 流出去 留給誰看到看到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他們認為寫在字面上不公敬 不公敬 不公敬 就是他可能被 被放到哪裡丟掉怎麼樣啊就不公敬 所以印度一直都是口傳的 一直都是口傳的 包括結局經典 那第1次結局第2次結局都還是口傳的 都還是口傳的 那這個是 印度 也因為這樣印度的歷史 有時候很不清楚 因為傳傳到最後如果沒有人 把它背起來了 那麼再傳下去 那傳來傳去有可能就是 也會傳錯了 寫的也會寫錯但是就是 用記的有可能 那麼差異更大 那這裡講到說書寫的文字 以後才發達起來 那個就是 從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的時代 開始有悲悯 但是那個時候也還沒有流行 但是已經開始有文字了 那文字記載一直要到 印度是 佛教的文字記載要到 加利社交王的時代 加利印度有兩個主要的國王 應該我們這麼說 佛陀在的時候 佛陀在世的時候 有兩個非常富製佛教的國王 一個 一個就是 摩羯陀國的 這個品婆梭羅王 一個就是喬撒羅國的 波斯尼王 佛陀滅後 佛陀滅後 也有兩個國王 非常富製佛教 非常有名的 第一個就是阿育王 這個在西元前三世紀 那麼一個就是加利社交王 加利社交王 我們中國本來叫做大廈 叫做大陸之 大陸之人 大陸之人 他 有發動所謂的第三次結局 這個在大概二世紀 二世紀大概就是一百五十年 中葉 就是二世紀那個時代 西元 一年到一百年這是一世紀 一百零一年到兩百年這是二世紀 大概二世紀中葉 那麼 有發動所謂的 第四結局 第四結局 那這個 第四結局是所謂的大彼佛殺 那 大彼佛殺論就用文字記載了 那個時候就用文字記載 所以佛教的文字記載是以後 以後才開始 那 就是那個時候之前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用文字記載了 那第一次結局 第二次結局 都沒有 第三次結局也沒有 應該也沒有 那 第三次結局是華士城的 結局 那 所以他這裡講 他是說以後才發達起來的 那有說是 第三結局 第三結局 可能 可能已經有使用了 好 那我們確定就是 大彼佛殺論是用文字書寫的 大彼佛殺論是用文字書寫的 那阿育王 實住 他是有文字的 他是有文字 那有記載一些佛陀說的法語 還有其他他們 還有其他他們廢頭金的 也有 那阿育王自己講的話 也有 比如說 阿育王實住裡面有一條講說 因為 信了佛教之後 他本來每天要殺四百隻孔雀 後來好像一天不到只殺幾隻而已 那這個也記載就是受到福的教化 好 那他說 語言語文字 所以我們叫做語文語文 語言就是用說的 文字是用寫的 可以何為一類 那我們就叫做 我們就叫做語文語文 那麼 因為語文雖有 音聲與形色的差別 那語就是音聲 文就是形色 字嘛 字就有形狀 而同是表權法義的符號 那 就是表權就是表示權勢 這個內涵 法義 佛法義理的 的一些符號 除了這個之外 後來也發展所謂的 手勢手印 什麼樣的手印代表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情況 那 也有圖案 後來也有圖案 反正就很多種 就是他不一定是語言 就聲音 不一定是一個字 他有時候是一個圖案 所以後來佛法有所謂的什麼什麼圖 什麼什麼圖 這些圖案 那個浮雕那一些 浮雕那一些 譬如說 刻一個比丘像 然後 一個 一棵樹 就代表佛在為比丘說法 那麼 他也不是語言 他也不是文字 他就是圖案 那這個圖案也是一種符號 那這種符號也是在表權 所以你看那個石窟那個 他有些沒有文字 他就是 他是有照相 然後是有一些 有一些圖案 但是他也是一種符號 他也是一種符號 那所以 傳達 那這裡主要是講到 語言跟 語言跟這個 語言跟這個文字 那如果在包括詐句的 就是說有 有所謂的手勢 圖畫 那麼 他都可以是一種符號 他都可以是一種符號 好 那同是表權法義的符號 可以傳達人類 他說一分眾生也有 像 像貓跟狗 那麼 你有時候跟他講 他聽久了他也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看他坐下他坐下 或是你把他比手似 反正類似像這樣 他就是 要傳達一種 一種訊息 那 所以這種 傳達人類的思想 情感 那這個各個動物是不一樣的 所以後來 大聖經典裡面得像十方佛國土 說法的 不一樣 有的是用放光 那有的是聲音 有的是用香味 像你說像維摩結晶 香雞國 他不是用聲音 不是用文字 他用什麼 用香氣 不同的香氣 又代表不同的意義 用香氣來說法 那你看那個蜜蜂 蜜蜂蜂蜂蜂 螞蜂是用氣味 螞蜂是留下氣味 告訴你 那氣味不同可能代表不同的內涵 他留下氣味告訴你 哪裡哪裡地方有 蜜蜂通常是靠 靠這個 跳舞 不同 他跳幾圈或繞幾圈表示說 離多遠 多久有 有什麼花 類似像這樣 他又不一樣 那所以十方佛果 說法有的是放光 其實就是色身相味處 色身相味處 那麼都可以說法 因為他 他就是 我們的感官 我們的感官 那麼了解外在的世界 那麼也用這樣來表達 一些 一些訊息 那像我們習慣用聲音 所以說難言不提人 耳根最利 基本上是這樣 習慣用聲音 這是印度人的說法 中國人 也用聲音 基本上我們這邊大部分都是用聲音來溝通 但是 如果 中國人習慣用文字 用文字 但是也是要 人跟人溝通也是用聲音 因為有些人也不認識字 但是不管你再怎麼不認識字 他一定是 知道聲音的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語文 它是沒有字的 很多 比較原始社會的語文是沒有字的 字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 聲音是最初的 先有聲音 然後 會發展出不同的字 你像巴黎語 巴黎語有沒有文字啊 他現在有那個聲音 最早的泛文 可能也沒有 沒有特定的文字 後來就是 以這個文字來代表 這個聲音 然後就開始 開始有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文字 所以聲音是我們這個世界 溝通 大概就是 人來講 最主要的溝通方式 所以才會講 藍原浮體 耳根 因為我們習慣 聽聲音 然後 來了解 來了解 人跟人之間 彼此的訊息 這個是最主要的 所以這裡講 他說 用這樣來傳達 人類的思想跟情感 那如手指的指願 那麼顯示樂體 卻能間接地表示他 他說 手指雖然不能直接顯示樂體 其實像手指指樂這件事 他就是一種什麼 他既不是聲音 也不是文字 他 他就是一種動作 像蜜蜂的動作一樣 他繞幾圈繞幾圈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有時候他不講話 但是我們看他的 臉色不太好 或是看他很快樂 我們就知道 他可能是發生什麼事 這種有時候也表現在佛經 佛經裡面佛要說法之前 他通常有幾件事 一個就是 放光 動地 微笑 通常有這三種 就是 先放光動地 就表示 佛要說大法了 那佛要微笑 就表示佛要說法 那麼他還沒開始講 但是他已經可以表示一些東西了 主要是這樣 那手指指雖他就是一種 一種 就是一種動作 那麼這種動作 他也可以 表示一些東西 那他導致是用這個手指指雖來說 來說明文字跟聲音 文字跟聲音 不是 比如說我說佛 當我說佛這種聲音出來的時候 不代表佛 但是他是在紫色 這個能夠讓你了解這個佛 一樣 那手指指雖 我的手指看不到月亮 但是你順著我的手指 可以看到月亮 文字本身 不是 十億 但是你順著這個文字 聲音去思維 可以見到 十億 其實是講這個道理 啊 啊 所以能間接的表示他 使我們 因子 而得月 那麼 以語言文字的表達佛法 所以也就稱 語文 為法 現在 在這裡是在講文藝法 那語言跟文字都是在表示這個法 法的意涵 那所以叫做文藝 其實是講這個 好 所以稱語文為法 那但這是限於表全佛法的 如佛滅初夏 那第一年 那初夏基本上 佛教喜歡用 結夏 佛滅的第一年結夏 那據說 据說結集是 佛滅後 佛滅後的 第一年結夏的時候結集的 王舍成的五百結集 就稱為 極法 戰 那 然此能全的語文法 那麼 第一結集是 第一結集是 用口 口傳的而已 就是 你 比如說我們 我們這些人如果要結集的話 就好開始 開會 那開會 你說你聽到什麼 唸出來 大家都背出來 那麼背出來之後 當然經過阿納 審核 這些全部是阿羅漢 全部是阿羅漢 據說有五百個 那這五百個 可能不是具體的數目啦 那 基本上就是 說出來之後 拿到審核 那審核 有一些 就是基於尊重 那麼一樣的就不用啦 不一樣的 那你說的跟他說的有一些差別 那麼有時候同案並列 所以你看 雜阿漢 我們的北傳的雜阿漢就這樣 總共加起來有 一萬多經啊 那實際上沒有那麼多 實際上就是 同樣一部經 有可能有五六種說法 可能有五六種說法 那有一些 看起來也 差不多 但是 尊重啊 就變成 都全部列上去 所以佛陀在這個地方說 這一部經 可能五六個比丘 聽到的多十個字 少兩個字 或是這個名詞換成那一個 那比如說有的是 聽到五根 有的就說五根之後有五粒 有的是講四粒 有的是講三粒 反正就這樣 然後就 就全部列上去 就一部經變成十幾部經 也有可能啦 那這種是當時結局 然後就集合起來 背起來 那麼把這些又背起來 那麼時間也蠻長的 好幾個月三四個月 那這個是結局 然後背起來之後就 交給這個人 你背哪一部 你背哪一部 然後回去又傳給其他的人 就這樣一直背 一直背 就靠用背的啦 靠用背的 所以 這個結局是這樣的 第一次結局 第二次結局都是背的 好 所以這裡叫做吉法 障 他說 此能全的語文法 有廣俠惡類 惡類 第一個 凡是表全佛法的語文 語言文字 都可以稱為法 這個是廣義的 所以佛法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這個佛法概論 他也是表全佛法的 他不一定是佛說的經 那一生導師說的 但也可以說是佛法 這是廣義的 那 那我們說的 這裡講的是 由佛法 由佛陀說下來 佛地址說下來的 經 因為最早的佛法是法跟律 法跟律 那麼法是教 最早結局的 最早結局的是法跟律 那麼先結局的 施律 幽玻璃 以幽玻璃為主 幽玻璃是磁律第一嘛 據說 據說他是 比較 比較卑賤種姓的 他是 公平的 理髮師 那也有好幾種說法 就是他幽玻璃 那當時他要出家 那麼 提伯達都不願意帶他後面出家 那 釋迦佛故意讓他先出家 那先出家的 那還沒出家要先禮拜 先出家的 提伯達都不願意 那他們都是王子嘛 以前你都是跟我服務的現在我還要跟你頂領 他們沒辦法 那麼 幽玻璃 但是幽玻璃 齒律第一 所以 首先結局律 大家社也重律 後來在結局法 那法就是阿難 阿難是多文第一 可以說是慈經第一啦 多文 就是基本上佛說的法 所以這個是慈律 佛在哪些地方 那麼說 治了什麼戒 這個是多文 多文就是慈經 受慈 受慈這個律 跟受慈這個經 那 結局完了之後 結局完了之後就 背 叫他背 那綠當時的綠主要是所謂的八十送綠 當時的經基本上就叫做雜阿寒 那背南傳叫做相應部 阿寒是就是就是就是輾轉相傳的 那或是積極的意思 或是積極的意思 極 雜阿就是 雜阿就是有次第的把他集合在一起 那所以 這個叫做雜阿 一開始是這樣 那佛陀的法裡面 這個所謂主要是教授 教授跟教戒 他不太一樣 他不太一樣 我們來講 稍微講這個概念 法 一般叫做教授 那教授 基本上是輾轉教授 那阿寒就是輾轉相傳 就是 佛跟我說了 我知道了 我跟你說 那你不懂你問我 那我不懂我問他輾轉教授 綠 綠是教戒 就告訴你這樣是不對這樣不好這樣不可以 那 教戒的話是平鄉教戒 教授的話是公開說的 教戒的話 除了在送戒的時候 懺悔之外其他都是私底下說的 叫做平鄉教戒 是不太一樣 你看這個是佛法裡面的一個 就是我們要說到別人不對不好的時候 那麼 考慮到要考慮到他的因素 那當然如果你懺悔的時候 舉罪的時候那個是公開的 舉罪的時候是公開的 那那個就不是私底下解決 那個要公開舉罪的 那但是你要你要勸導一個人或是要告訴他 他通常都是私底下的 就是不是公開的 好 那麼法是 轉轉教授 那麼綠是平鄉教戒 那教授跟教戒 這個是在 這個是早期佛陀時代 那對於這個法跟律 主要的兩大類 兩大類 好我們來看 他說有 他這裡 他這裡的語文法 廣洽兩類 那 那 第一個就是所有跟佛教有關的都可以叫做法 這是這是這是第一個 跟佛法有關的都可以叫做法 第二個 因為有所謂的教授教戒這兩類 那麼 這裡的法跟律 他的意思就是說 廣義來講 廣義來講 這個都叫做法 廣義來講 法跟律都叫做法 法律 法跟律叫做法 舉個例來講 舉個例來講 佛要涅盤 之前 遺教經裡面 阿難問佛 那佛涅盤了以後 我們要以誰為師 佛講 以法為師 那麼這個法就包括法跟律 因為律是在法裡面的 如律是為了如法 最早沒有律 最早只有法 最早是沒有律的 佛是十二年之後才開始自見 有律 最早的律 也不能講沒有 最早的律就是 略教戒 諸俄莫咒 眾善奉賢 像是這樣的 自盡其 這個就是略教 略教戒 那麼他 基本上 是包含在法裡面的 後來 後來 慢慢慢慢自見 開始有分法跟律 但是律還是在法裡面 所以佛陀 佛陀要露滅之前 跟阿難講 如果滅後 那麼要以法為師 以法為師 基本上是包括法跟律 後來眾律的 眾律的部派 就強調以戒為師 如果你講以法為師 他是包括法跟律的 如果你講以戒為師 就 法就不在裡面了 就別出來 那我們現在基本上就 就比較 比較 因為我們 我們的那個儀教經 基本上是 好像是 阿納利 這一太 阿納利傳下來的 就是我們的 翻譯的這個儀教經 那麼他講的就是 以戒為師 阿納利 這一戲傳下來的應該是 以法為師 那現在 說廣跟俠 廣就是 法就包括這一些 教授跟教界 法是包括 教授跟教界 那俠的就是 法就是 法跟律不一樣 就變成是 就是這樣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廣義的 廣義的就是 不管是法跟律 而且只要是表全佛法的 都可以叫做法 那如果 狹義的來講 就是法跟律 分開說 那麼 這個 法杖 跟 比那也 就是律杖 就是 解禁的時候 解禁的時候 就分成 法跟律 那 佛陀要涅槃之前 還沒有解禁 那個解禁是 佛滅後 大家是開始解禁的 那個時候 所謂的以法為師 是包含法跟律 那所以 導師這裡主要就是說 這個 文藝法裡面 文藝法裡面 第一個什麼叫做文藝 語文 語文 這個文藝包括語文 那這個語文主要是語 後來現在主要是文 以前是語 現在是文 那 語就是 聲音 文就是文字 早期佛法的流傳 都靠聲音 都靠聲音 第一結集 第二結集都是 那後來佛法的流傳 靠文字 像波羅經 出其大聖的波羅經 那麼 他就很重是抄寫 就抄寫 抄寫經典的功德 有多大多大 就書寫 抄寫 很重這個 那麼 就大量靠文字 然後 後來到了宋朝 發明那個 發明那個 印 印 印印就是印書的 就是可以 就是 印刷了 开始发明这个印刷的时候 就大量的印 大量的流转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靠文字 书 以前是靠声音 这里 这里就是文意 语文 语文是要说明佛法的内涵 叫做义理 所以又有所谓的 依义不依语 这个语是要表达这个义的 所以你要依这个义 来了解这个义 而不要 不要只中这个义 而不中这个义 所以试义里面 就有所谓的依义不依语 那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类像这样子 义跟语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主要有两个 那这一段主要在讲两件事 一个就是什么叫做文艺法 语文 语言跟文字 然后它表达佛法的内涵 叫做文艺 那么这个文艺法的这个法 它有广辖两类 这个广的就是代表法跟律 那么教界跟教授这两类 那么辖的就是法跟律分开来讲 那么这个是法就是主要指经账 那律就是律章 所以这个法就广辖 现在在探导这个法 什么叫做法 因为法也是三宝里面佛法身的一个主要的 好 那么第二种 第二种 叫做义进法 义进法 成为士论说 法为鬼词 那么鬼词一般人比较少听见 他说鬼词是什么意思呢 鬼生他解 鬼基本上就是一种规律 那么引发 生就是引起 生起引发 他就是别人 解就是认识 就是由这样的 由这样的 就是 他底下 他底下说 特定的性向 就是有一种特定的规范 那么引发别人 一定的理解 就是你有特定的形象 或特定的规范 那引发就好像鬼道一样 他有一定的 他是一定的 比如说鬼道 他说就是他 往这边就往这边 往那边就往那边 他有一定的 一定的性向 那么可以让人 比如说文字本身 声音本身也是这样 那个法也是这样 那么 所以他就说鬼生他解 认识自信 那底下导师有解说 他说凡是他 特有的性向 能够引发一定的认识 就名为法 这个是在解释 所谓法为鬼词 这个 所以鬼词 这个鬼就是特定的性向 词 就是鬼词 基本上就是 引发一定的认识 因为鬼生他解 认词自信 这个词是指认词自信 认词自信 就是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保持他原来的性向不变 体性不变 这个叫认词自信 那么鬼生他解 就是由此引发 别人一定的认识 所以 简单来讲叫做鬼词 那么鬼词其实是 鬼生他解认词自信 的翻译 的合和说法 那说 那这样就叫做法 这样是法 这是心事所知的境界 那因为成为士论 成为士论 印度没有这本书 成为士论是 玄壮 去纳烂陀 那玄壮去纳烂陀的时候 然后玄壮去纳烂陀的时候 那个时候纳烂陀的校长是 戒玄 戒玄是护法的弟子 护法是 士卿的弟子 士卿是吴佐的弟子 弟弟也是弟子 好 那基本上他是属于为士的 成为士论只有中国有 是窥姬大师跟玄壮大师 河边的 他主要是中国为士的法相中 应该就是中国为士中的 主要的书 印度为士又不太一样 那这本成为士论从哪里来呢 他是 士卿菩萨 写了一本 写了一本为士三十论 或叫做为士三十颂 在说明为士的主要的理论 为士三十颂 或叫做为士三十论 那么通常是 写这个祭颂 写完就要写长行 像陈伯知道导师也是 先写祭颂 写完了之后开始一记一记的解释 那如果运顺导师 陈伯知道寄送写完就死了 那么有一些寄送看不清楚 大家就各自理解了 就是各自写一个解释 那变成这样 那士卿就是这样 写了为士三十颂之后 要这个叫做送 寄 寄之后会写长行 语体文嘛 就解释 还没写就往生啊 所以后来他的地址 十大地址 十大地址 他的地址可能很多 不只有十个 不过有十大地址解释 十大地址解释这本为士三十颂 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护法 所以为士三十颂就以护法的解释为主 杂楼其他九大地址的解释 觉得这里护法解释不好 那其他解释比较好 比如说安慧的解释比较好 这一段用安慧的 这一段用难陀的 这一段用护法的 那就变成一本成为士论 就变成一本成为士论 就是杂楼十种人的解释 但是以护法为主 那基本上他需要是讲为士的 那导师就是引用为士讲的这个 解释这个法解释这个法的这种这种这种说法 因为这个所谓所谓法为鬼词 这个是陈维斯论说的 好那我们来看他讲意境吧 那这个意境基本上就是眼耳鼻舌生意的意 所理解的 因为我们感官面对这个世界 那通常不管就是你眼睛 就算是你眼睛看到的 你所理解的还是那个意识 根层是合而生处 你还是要经过那个意识 你才能够理解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他讲的这个意思 他说 那么 在意境法中 那第二个就叫做意境法 第一个叫做文意法 那第二个叫做意境法 那么这个意境法里面也有两类 因为前面文意法有两类 广跟辖 那这里的也有两类 一个叫做别法处 那第二个叫做一切法 那不一样 就是一般来讲就变成总跟别 那么好 那先来讲别 前面是广跟辖 那这里大概就是 总跟别来讲 总就是一切法 别就是别法处 佛约六根引发六四而取近来讲 根层是何而生处 眼界所生处 耳界所生处 那处聚受想失嘛 那你开始认识这个境界之后 产生感受 那种种的印象想法 有种种的 种种的不同的 这个观念思维 好 他说 所知境 就是我们所了知的境界 分为六个叫做六成 所以六根 六根引发六四而取近 那么六根要先对六成 六根对六成 那么会引发六四 就是我们叫做根层四嘛 一般一般是这么说 佛法里面是这么说 根层合合身事 根层四合合身处 处聚受想失 通常是这样 通常是根 根是六根嘛 就是我们的感官 那这个是指人而已 其他的众生就不一定 其他的众生不一定有六根 像社界就 他有鼻子跟舌头 但是没有鼻视跟舌视 没有 那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是六根 那么 六根分别取六种不同的境界 相对的 如果你那个根坏掉 你就取不了 六成 那基本上就是六近 那色 眼睛只能取色法 只有很少很少类的人 它叫做连绝系统 这个法华经里面也有 就是说 你的眼根可以了解到声音 例像这样的 一般就是眼根只能看到色法 那耳朵只能听到声音 类似像这样 但是有一种叫做连绝系统的人 他感官可以互用 感官可以互用 有一些这种 这个很少数的 耳朵就是听到声音 耳朵就是听到声音 合合 当我们眼睛面对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认识 耳朵听到声音 像你们在听我讲话 耳朵接触到声音的时候 这个声音进去来就开始分别 在讲些什么 跟层合合生事 事就是认识 就开始产生事 就是眼事耳事 鼻事舌事 声事意事 就产生事 事就是认识 分别 你就是开始分别 哦这个是花 这个是红色 这个是白色 这个花有香味 这个我要买回去 这个我不要买回去 我不喜欢 我不想要这个 我不买回去 这个我要买回去 耳朵像这样 就六事 那么跟层合合生事 一般佛法叫做跟层合合生事 跟层合合 就是当你眼睛见到这个色法的时候 你开始引发眼事 生事 跟层合合生事 那么 事生起来的时候 跟层是合合生处 这两个会引发认识 那么认识之后 跟层是合合生处 这个处跟这个处不一样 这个处只是身体 冷热暖硬 这种 这个处不是 这个处是 由于跟进合合合生生的这些反应 那么所以处聚 当你合合生起反应之后 它有什么呢 处聚受响失 就是聚生了 处之后就会一起有所谓的受 想 失 那这个受响失 那这个受响失 其实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 色受响行事 这里是是 色受响行事 那色就是跟层 跟层是色 那这个是是 那么这个是受响失 色受响行事 失是行心所里面最主要的 行心所里面最主要的 就是失心所 那失心所是在造作 动发生口之前的 审律 一为是的说法 审律决定动发 动发是以失心所为主 行心所以失心所为主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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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好 那我们来看他写的 他说六根引发六事而取静 所知静分为六 其中前五事所绝了分别的 是色身相畏处 所以你看 导师是这里讲 前五 前五个 这个是色法 所绝了的 他这里说 前五事所绝了的是 是这个 那么 意思 所绝了的法 这个法 这个法 法是指 使这三个受想师 他就是在讲这个 法 所以他叫做 易静法 叫做易静法 那这个都是静 这些都是静 这六个都是静 但是现在这里的法 重点在 易 易所说的这个法 就是这里的法 这个是易静 这个法是易静法 这个法的内涵 这个法的内涵 主要是受 想 师 这五蕴里面的受想师 那受想 那 这个 他这里是讲受想行 那 行心所最主要的是 施心所 所以有时候用师来代表 好 那么他这里讲说 受是感情的 情感作用 这里是我们说的情感作用 情感的 他讲是感情 想是认识 认识作用 其实他就是有印象 那么你过去看过的 那么他会在被 有那个印象会出现 那新的就会有新的印象 那么是认识的 这个认识不是这个是的认识 这个是了别 这个是是了别 所以你这样看会 那认识不是这个吗 那这个可以叫认识 那这个一般有时候会叫印象 就是 他是那一种 就是取向的 那 这里是了别的 那 所以 另外 行是意志的 那通常这个意志 我们说以师心所为主 行是以师心所为主 那这个意志通常 一般我本来讲这种三种是 省力决定动方 省力决定动方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花很漂亮 我在想要不要买 要买多少 好 我决定今天把所有的花都买了 好 钱拿去买 去买了 去买了之后 那么 这个前面等到你真正去买了 他这中间这个过程 就是心里面的所谓私心所 就是行 就是行心所在作用 那一般来说 心所有很多 心所有很多 那 除了受跟想 除了受跟想之外 想有种种想 受基本上就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通常就是这 最主要就是苦受跟热受 后来讲三种 苦 热 不苦不热 后来讲五种 苦 热 喜 幽 舍 通常就是这样而已 就是感受 它是情感的 那这是认识的 这是意志的 那 有些把这三个 就是我们的心 它具有的所谓知 知 知 情 意 就是西方心理学讲的知情意 那知 知是这个 知是这里 想 情 意 知情意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认识的 那么认识的 他跟这个事了别又不太一样 了别是 我的这个眼睛看到这个东西 我去 我去了别它 这个是花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也像这样 好 那这里的想是有种种想 好 所以他这里说到 这三者是意 事 内 显 这个是 意 事 那 事跟意又有一点点不同 事单纯只是了别 意 是相续的 相续的 因为心是刹那刹那的 那意 是相续的 那么就是 你看到这个花 你就认识了 就是你之前的印象 或是你把之前的印象 连结起来 或是你相续了别 那一般我们的心是刹那生 刹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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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意识内心 所知的心态 是内心活动的方式 这只有意识才能明了分别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事是明了分别 那跟这个认识是不太一样的 认识只是认识而已 那 所以他这里说 是意识所不共了别的 所以名叫做别法 别法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你先讲